3月份是木棉开花季节 位在大午香大午火车站前 有200公尺长的道路两旁 可以看到种植的木棉树之上 橙黄色的木棉花盛开了 而掉落在道路上的花朵 就像是铺上天然的红地毯 景色相当漂亮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拍照 小鸟在木棉树上飞舞 正值木棉花开的时节 把大午火车站前道路染成橘红色 落下的花朵 像是在地面铺上红地毯 美不伸收 也吸引不少路过民众 停下脚步来欣赏 拍照捕捉眼前的美景 现在那个木棉花 如果生起来的话 非常漂亮 颜色很漂亮 那我刚到 我不晓得这里怎么样 不过觉得是很漂亮 非常漂亮 2、3月是木棉花盛开的季节 位在大午香大午火车站前的道路 大约200公尺长的木棉树 整片开花 也成为游客来到大午必造访的景点之一 就讲解大午香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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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